重新找回網球帶給自己的感動 這段路 王與左走了三年 從當年的天才少年 到手腕歷經兩道手術 2011年 Jimmy選擇重新站上網球場 直到今年 他在溫布敦闖進32強 同時也創下個人在大滿貫最佳戰機 克服了傷痛困擾 現在的王與左 球風能越來越沉穩 關鍵就是心態重新歸零 只能說我重新認識網球 三年前到現在 然後讓我對網球又重新燃燒熱情 我覺得那很重要 就找回來打球的那一種 最初衷的那種快樂 但是現在我覺得說 我其實現在打每一場球 都是離開又更靠近 儘管29歲的王與左知道 已經來到職業生涯的後半段 但是他並沒有停下追求更上層樓的腳步 我覺得我現在還是在認識我自己 那我現在29歲 可能都還在試探自己 然後尋找自己這樣子 除了心理方面進行探索 生理環節的調養更是不可或缺 現在只要稍有閃失 身體都會做出回應 以前不會很care很多一些小細節 就是沒有說在吃的東西 或是說你休息的時候 還是你訓練的地方 但是現在你會 你需要去care 因為你身體會告訴你 你可能累了 你可能恢復得不好 Jimmy能夠更全心投入比賽 除了更了解自己身體的需求 現在他還跟身兼朋友 跟經紀人的李盛傑成為合作夥伴 這位熱愛網球的音樂人 希望能讓王與左沒有後顧之憂 更必須要扮演起心靈導師的角色 我說Jimmy 你有可能可以寫一本傳奇的書 對 但是呢 千萬不要留下三個字 叫做很可惜 希望像個男人沒有遺憾 更不想要留下任何可惜的餘地 獲盡一切的王與左 就像網球場上的亡命之徒 只有前進 沒有推路 正因如此才能締造前所未有的高度 國安區新聞 蕭欣昌 張紀元採訪報導